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三的凌晨,德國杯第三圈開打 其中海沙羅頓將面對紐倫堡的挑戰 M直播到時將會有本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雙方整體禁方坤非常糟糕 而且他們各自在聯賽中排名都非常接近 兩隊今次交鋒發定時間內握手螢幕機會大 海沙羅頓前季贏得升班資格後 他們上季在德月表現橫算理想 排名中游並順利留在德月 今季海沙羅頓在聯賽中發揮忽高忽低 第三輪開始打出連續七輪不敗戰績後 最近六輪又輸了五場之多 如今他們毫無競爭力可厭 這個轉接在於頭號攻擊手拉格納艾治的受傷 他之前已經取得了六個德月入球 但受傷後球隊戰績一落千獎 海沙羅頓跟其防守方面漏洞百出 多次被對手攻入至少三球 今次來到杯賽 聯賽壓力不少的他們實在無法製造多大威脅 就算面對上次較量不敵幾隊的紐倫堡 海沙羅頓能夠在法定時間守著和局已算是完成任務 與海沙羅頓一樣 紐倫堡都是德月的球隊 他們得個杯首圈九比一大勝奧帕尼蘭特 自後與羅斯托克在法定時間戰成2比2 最終加時勝出進級 紐倫堡在團賽中較上季有一定的提升 上季他們驚險護級 這麼貴球隊則保持在中下游位置 只要不出現崩盤 護級還是有很大的希望 紐倫堡目前對內頭號攻擊手乃是斯烏身 這位土耳其小將如今貢獻了6個聯賽入球 是球隊前場威脅所在 不過在杯賽的較量中 球隊經驗還發揮更大的作用 尤其是紐倫堡今季曾在聯賽中作客不敵海沙羅頓 這麼好杯賽相遇 紐倫堡期待為對手製造一定的麻煩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由於置身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請記得按讚好看 請記得按讚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